根据最新收到的消息 以东京爱情故事而被大家所熟知的 日本知名女星林木宝奈美 和日本异能界大哥石乔桂明 已经于16日晚官宣离婚 联合发表的声明表示 二人已经结束长达23年的婚姻 未来两个人将会从夫妻关系退回合作关系 而这样的决定对于林木宝奈美来说 意味着老公变上司 16日晚石乔桂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段51秒的视频 不过在视频中双方并没有真正出镜 而是将两个人亲笔联名签署的文件 和两个人坐在一起的照片进行剪辑排版后 配上了文字和音乐 视频中的文字部分提到 二人是以养育孩子这件事而告一段落为契机 今后将作为事务所社长和所属演员 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23年是一个长久的时间 两个人相互陪伴 至今可以说共同度过了小半辈子 并且二人之间还育有三女 到底为什么会走到离婚这条道路呢 其实在今年年初日媒就曾爆料称 林木宝奈美早已于去年9月 在东京都内的中心地段全款购入了总价高达3亿日元的豪宅 亦在为离婚做准备 据说在两人长达23年的时间里 南方控制欲极强 让林木宝奈美彻底地失去了自我 日本人气女星林木宝奈美的感情之路并不顺利 在凭借东京爱情故事中的赤鸣丽香一角风光无限之时 她曾与职业赛车夫抱园穿紧一人相恋半年 当时甚至连结婚仪式都没有举办就匆匆注册结婚 结果两个人在婚后不久就开始矛盾不断 南方认为结婚了的林木宝奈美应该回归家庭 而林木宝奈美则更倾向于选择继续打拼事业 这让对婚姻认知不同的两个人在结婚仅仅三年之后就草草结束了 离婚后的林木宝奈美曾一度获得许多同情 但由于她第二段婚姻的对象充满争议 彻底败光了她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好感 林木的二婚对象就是这次官宣离婚的日本知名喜剧演员石桥桂明 实际上林木与石桥相恋之时对方还是有负之夫 而林木宝奈美靠的就是怀孕逼婚 小三上位 这让他们的结合在当时的日本演艺圈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而这一次林木宝奈美也是吸取了上次婚姻的教训 在嫁给石桥桂明没多久后就停止了所有演艺活动 回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 婚后两人连生三女 不过看似恩爱和睦的背后却似乎是问题重重 有媒体曾爆出石桥桂明对林木管控超级严格 要求她拍摄结束后必须立刻回家 不能和同剧演员有演戏以外的交流 导致有一次林木宝奈美忍不住在剧本沟通会上发牢骚称 我为了事业这么拼可丈夫却不停地对我说 这不能做那不能做真的烦死了 所以当林木宝奈美以客人名义购买豪宅后 许多媒体开始推断这是因为无法忍受丈夫的控制欲 开始为离婚座打算了 其实在婚后停止了所有演艺活动的她 直到08年才重新复出 而且复出之后林木一直所属在丈夫石桥桂明的经纪公司 最初能接到的工作很少 直到2018年时隔27年再度和完治 知田玉二共同出演电视剧《金庄律师》后 才逐渐获得了众多电视剧以及综艺节目的邀约 不过如今看来 两个人的离婚也依旧没能让她彻底的独立 而是继续所属于石桥桂明的公司 对此日本媒体也是嘖嘖称奇 毕竟为了自由而离婚的林木宝奈美 却在离婚后仍旧让前夫担任自己的上司 这样的做法也是让人十分费解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